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 我教大家的课程啊 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洞洞啊 然后呢 我这一堂课演示的 一个是桂花洞啊 一个是葡萄洞 我用的是一个棉煮的洞洞粉 它跟水的比例呢 是一比六啊 大家呢 来仔细的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取一个容器啊 我们在容器里面 倒入我们的100克的桂花洞粉 或者是葡萄洞粉都可以 然后呢 倒完了以后啊 很简单啊 我们什么糖都不用加 我们直接啊 加入600克的一个滚烫的开水 倒上去了以后呢 我们取一个八勺啊 或者最好是这个手动打蛋器啊 给它搅拌均匀啊 大家呢 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呢 它成型了以后啊 会比较好看 而且口感呢 也会比较好 然后呢 搅拌均匀了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最上面的小气泡啊 给它撇掉啊 然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呢 我们有条件的话啊 这个桂花洞啊 这个 搅拌均匀了以后啊 大家可以在上面撒一些新鲜桂花啊 这样子呢 凝固了以后啊 会更加好看 好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在那边啊 给它自然冷却 基本上呢 自然冷却 四到五个小时以上啊 就可以用了 它就成型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一般的话 做好了以后啊 放到冰箱冷藏 能用一个两到三天左右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提前啊 自然冷却的一个桂花洞和葡萄洞啊 非常的简单 它冷却了以后呢 我们呢 直接用刀啊 给它切成块啊 就可以了 切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加入到啊 这个水果茶里 沙冰里 奶茶里啊 都是可以的啊 非常的百搭 然后呢 并且啊 是口感是很好吃的啊 好了 那我们这一堂课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啊 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